今天我們就要開始進入畫畫的步驟了 那我們讓整個畫步驟已經打好一層打底白 打好打底白之后呢 我們先沾一點點藍色 然後再開分之一天空的地方呢 先抓出一條天空的交界線 接下來呢 沙灘的交界線呢 我們也把它抓出來 然後沾一點點看起來 天空上面打的比較深一點 下面慢慢的推到 先把天空的顏色做出來 雜餐 換回呢 苹果的颜色打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样继续淡这个太清兰 只要用横刷的方式呢 做一点点海水的颜色 那有时候我们到海边看呢 海水有可能是淡一点点绿色的 接下来我们就换绿色的 然后把这个绿色的海水 刷出来 直接用横刷的方式 有没有感觉好像来到了哪里 这样 OK 那 整个海水的颜色跟天空的底色就完成了 好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想要为我们天空加一点点白云的感觉 我们选用的是扇形笔 沾一点点白色的颜料 好 然后我们就用打通话的方式 在天空上面 加一点点零朵的感觉 然后我们要把刷开挑它的颜色 我们用涂黄色 我们用涂黄色 轻轻轻的呢 用我们做横刷 颜色比较太深 角落可以深一点 那旁边呢 就开始慢慢的淡淡的 把它画出来越来越浅 我们这样子呢 整个底色的部分呢 就已经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画两道海浪出来 我们用扇形笔 沾一点点大体白 加一点点白色 把两道海岸的感觉 先画出来 好 这样轻轻的把它点出来就好了 海浪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些白色 加一点点大体白 那我们用的工序是笔刀 好 吃一段颜料之后呢 我们就轻轻的在海面上 把两条不要的海浪线 拉出来 接着我们可以用用扇形笔 再把后面稍微晕快一点点 大家记住要留住前面 浪红的亮点 不要晕太多了 这样子呢 我们海浪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椰子粗的部分 我们一样应用的是扇形笔 这个工具 我们沾一点点深咖啡色 那我先看一下 我们的树 最高的位置 跟最低的位置 我们抓一个记号线 包出来铺干的部分 深咖啡色 第二个树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树的亮色 我们用的是土黄色 加一点点白色 我们切一段颜料呢 在亮色的边缘 先点一下 另外一颗 可以先把亮的颜色点出来之后 把亮色点完之后呢 我们用扇形笔 稍微往外拉 把树的纹路亮色拉出来 把树的纹路亮色拉出来 记得在拉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盖住整个树干 大概拉到三分之二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的树干就完成了 也是树叶的部分 我们用的一样是扇形笔 我们沾一点点绿色 然后我们会加一点点蓝色呢 去让我们的色变得分身一点点 那首先 我们把叶子的叶脉先点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腰化的叶底的叶脉 可以先点个记号签出来之后呢 把斜前方45度角的地方稍微拉一下 这样我们的叶脾就完成了 我们看啊 这个牌里面 我们要加几张岩石 岩石的颜色 我们选用的一样是深咖啡色 我们先用深咖啡色 把石头的形状画出来 那记得我们这个石头呢 不要画太大小小的地方 这个沙滩上呢 我们也可以做有一堆石头的感觉 evac Prior了 两个 M Rafael 一样我们用白色 加点点 佐葡芜 礼好色 把石头的亮色画出来 在石头的下缘呢 我们一样弄一点点水花水馅 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沾一点点油 用喜欢的颜色 自己的作品签上名字 大家还喜欢我们今天的教学示范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大家记得继续follow我们的本职业哦 谢谢大家 好可以试试看 嗨 嗨 哈啰 大家好 我讲话不能再讲怎么办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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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